在婚姻中还有一个 很难解的问题 就婚姻已经很难维持了 还有婆婆来捣乱 来 但是这个 讲起来说侯姐虽然很传统 但是你那个时候 也是职业妇女 所以你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因为人生的规划 所以先避孕半年 这事情被婆婆知道 不得了 对 因为我29岁才结婚 22岁跟我先生认识 我先生等了我七年 那我有跟他讲说 你不要等我了 因为他是长子 我说你不要等我 你去找别人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等 我说我爸妈如果没有同意 我绝对不会嫁给你 所以就等了七年 我29岁结婚 他已经35岁了 民国69年的时候 40多年前 那我算很老了 那我结了婚 那我们就想说 好 那我们先 吃避孕药半年 然后半年以后 再准备怀孕 结果有一天 我去录影的时候 我的东西放在化妆箱 我那天没带化妆箱 我就打电话回去 请我婆婆帮我 在化妆箱里面 找一下那个什么东西 结果我婆婆一打开以后看 我里面有一盒病医药 后来我已经忘记了 回到家我就觉得 我婆婆脸色不对劲 我说妈 我回来了 也不太理我 然后吃完饭 因为我那时候 一个礼拜有五个节目 都在台市每天都要录影 那就是我婆婆做菜 回到家吃饭 吃完饭我就赶快去洗碗 洗完碗以后 看他们三个都 坐在那边看电视 我就过去 他们三个是哪三个 我公公婆婆和我先生 公公婆婆和我先生 他们一家人 对 然后我就坐下来 就准备看电视 跟他们一起 我婆婆看我一坐下来 他就走了 进床间了 因为我气氛 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进了厕所要洗澡 一看我们的衣服 也被拿出来 他平常都一起洗的 我们的衣服都丢出来 不给我们洗 我不帮你洗了 对 隔了两三天 可是我看我婆婆 跟我老公他们 都有说有笑 后来我就很难过 回到房间我就哭了 我就跟我先生讲 我说你去问问妈妈 她到底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三个人 彻夜长谈 我自己在房间里面哭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 我婆婆就离我了 就是因为 你吃避孕药的事情 大概是 你生两胎 第一胎跟第二胎中间 隔了七年 隔了七年 因为我工作太忙碌 又压力大 不容易怀孕 是 所以你第一胎是女儿 然后长得很像老公 对 第二胎隔了七年 当然这七年 婆婆一定每天 急死了 我吃了一年 那排卵药 结果都没有 我还怕多胞胎 结果一包都没有 然后后面 生了儿子了 但是这次 生了儿子反而出问题了 说婆婆一句话 让你觉得很受伤 没有 因为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 就跟我先生 小的时候很像 那我们照片部里面 都是彩色照片 然后我先生就拿他 小时候的黑白照片 放在里面 大家一看说 为什么有一张黑白 都分不出来 那个不是我女儿 你看有多像 可是我生儿子的时候 我儿子生下来 不是很像我老公 然后我婆婆就讲说 弟弟到底像谁 谁都不像 就第一次讲 我倒也不太在意 第二次又讲 完了 我还是不在意 但是心里有一点点 没有 我心里有一点点 第三次到时候婆婆来电视台 到底是像制作人呢 还是像 还是像导播 太多你了 还是像摄影师 到第三次 我们全家出游 跟好几个家庭一起出去玩 我妈妈也在车上 然后我婆婆就说 亲家母啊 你看我们这个弟弟啊 这个孙子到底像谁啊 谁都不像 我就很气 我就说 石头凤梨蹦出来的 然后我婆婆就说 亲家母 你看你女儿都会讲话 就这样讲吗 我就很火 我那一天我都没有理我婆婆 也没理我老公 我就跟其他几个太太 在讲话 就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婆婆先回去 他们接她先回去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我妈妈跟我们吃 然后我妈妈跟我老公 喝了一点酒 回到家以后 我就跟我老公讲 我说我告诉你 带口气也不太好 因为我已经气气 太气愤了 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你告诉妈妈 从此以后不可以讲这句话 我说我在这个演艺圈里面 这么规矩的人 我是政治标记的主持人 真的 而且也演妈祖 形象这么好 那时候还没有演妈祖 生完一岁 儿子一岁以后才演妈祖 真的 就是形象好 才找我演妈祖 我说我形象这么好 就好不容易 七年以后生了个儿子 有了生子 你居然说谁都不像 这像谁 而且老说老说 对 这说了第三次了 我说这外人要听到的话 那人家会想说 哎哟 他婆婆都说 那个生子不知道像谁 那怎么办 那有损我的名誉 我说你一定要跟妈妈讲 不可以这样 我们就为了这件事情 大吵一下 那是有生以来 吵最厉害的一次 我说 我说不然我们去做DNA验 我老公说有必要 又讲到这句话 我老公说有必要吗 结果后来 真的 真的很气愤 真的很气愤 结果后来隔了一年 我们刚好过年 那吃完饭以后 我们大概就在看照片部 结果到底像谁 就看照片部 后来我那个弟媳妇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弟媳妇看看 就看到我们家人 就看到我哥哥 我大哥小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我弟媳妇突然就说 哎呀 他弟弟跟那个 跟那个侯大哥好像哦 结果我婆婆在旁边 讲了一句什么 我又没说不像 找到了 我们外町人常会讲 像你娘家这边 养儿像舅舅 养女像姑姑 所以这句话在我们家 真的是落实了 就我儿子小的时候 跟我大哥小的时候很像 哦 儿子像舅舅 女儿像姑姑 对 我们都是这样子讲的 以前老人都这样说 所以 不然是要冤枉一辈子 对啊 所以我婆婆 然后我先生跟我婆婆讲 我婆婆说 哎呀 我是随便讲讲的 但是 忠存 你跟婆婆的相处也很有趣 说你的婆婆会捏你女儿 捏 就捏脸 就好可爱 好可爱 这样子你也不行啊 去台东 就是家里小孩 我先生那边的 那个兄弟姐妹的小孩 比我们家多很多 他们会玩在一块 很热闹 对 可能太吵了 吵到阿嬷 阿嬷就掐我女儿的脸 因为我女儿的脸是 苹果脸 就掐她 我女儿来跟我说 阿嬷今天掐我 我说阿嬷为什么掐你 她说可能太吵 我说那阿嬷不能用掐的 她应该好好跟你讲 不过我婆婆就是这样 她就是她对小孩子是比较 比较没有那个耐心 对 我现在从小 也是被打得很惨 就是她在家里 对 她在家里 跟我们在家是 长大的背景是很不一样 教育孩子 这个两代也不太一样 对 但是其实婆婆对你 也有很多善意的表现 她是善意的提醒吧 但一不小心就戳痛 什么意思 她老是觉得 我不会讲台语 然后 有一次串饭她问我 阿嬷你要吃粿子吗 我就说吃完饭 为什么要吃瓜子 而且我也不喜欢啃瓜子 我说不用 不用吃瓜子 然后我先生就会在旁边 帮我翻译说 是吃水果 妈问你要不要吃水果 水果是 粿子 粿子 你看 她也不懂吗 所以 所以婆婆可能会觉得 她跟我妹妈沟通 那她又知道 我那时候在民事上班 她都每天都准时 收看我在民事播新闻 然后她就觉得 我的台语不行 她就想要提醒我学 你婆婆很有趣 其实奶奶婆婆 对于孙女的疼爱 说她去菜市场 买一些衣服 99元的衣服 要给孙女 让你带回去 给孙女穿 但是你看到衣服 你就觉得 觉得搭嘛 就是 婆婆很节俭嘛 她们也没有百货公司 所以她都是去菜市场买衣服 991 99的 我还是笑一笑收起来 要谢谢就带回去 以前没有ZARA跟这些GAP的童装 所以我妈妈都是去买 CANZO GAS 去 CRISMA 那种意大利的牌子 连她自己讲不出的 英文的牌子 她通通就是买 她也不在乎小孩子 只能穿两季 就不能穿了 我妈很浪费 就是很爱乱 但是我女的衣服 已经很多了 穿不完了 但是我婆婆 就是 就是我女儿就是穿的 穿的比较 比较 fashion 然后婆婆好心 给我女儿的衣服 我也不能不收下 我就还是带回去 我在想 我婆婆还是疼小孩的 只是她们疼爱的方式 跟在台北长大的孩子 疼爱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收下 我也知道她的好心 真的 都没有补好 对不对 她也养出了一个主播 你妈也养出了一个主播 对不对 都是养出主播 就是刚才老师讲的 价值观 价值观不同 成长背景不同 所以 所以我们当中 教育一直容忍 要一直磨合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金钱 价值观 还有教育 家庭观念 这些全部包括 我觉得 一个女人到我现在 我70岁了 到我现在最要 等一下 侯丽峰 侯姐 对啊 演妈祖娘娘的这一位 今年有70岁了 对 我演妈祖娘娘才38岁 所以我们的 妈祖比武则天还厉害 你现在的状态有70岁了吗 对 我是40年次熟兔的 刚刚老师讲熟兔我吓一跳 她说12月 那还好不是 我是农历三月 国历五月 侯丽峰侯姐有70 你保养得太好了 所以我说如果太太 70岁还看不出来那种老太 很幸福 是很幸福的 是要感谢老公的 因为我的老公很好 我老公不给我制造一些事端 我老公不会在外面乱花 然后老公呢 他的他虽然是生意人 但是他的应酬就是吃饭 你要吃再好的 你要喝再好的酒 我都请客 但是吃完饭我就回家 有一次我的朋友 我跟我朋友讲说 我老公今天有应酬 我们在家里来打个小麻将 就打到九点钟 我先生回来了 我朋友吓一吓说 你不是说你先生有应酬吗 那我们还没打完 你先生就回来 我说没关系 他应酬都九点钟就回来了 他说没有 吓一吓的 我说我先生从来没有吓一吓的 他就是很规矩的生意人 我说没关系 我们照样完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 金钱观 价值观 都很磨合 然后都是婚前我们就谈好了 等一下我们 来 林玉佩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比较容易有婆媳的问题 我们要看老公 看老公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有老公这个角色 才会造就了婆婆和媳妇的身份 所以婆媳的问题 是跟老公的名字 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要看的是天格跟地格 那为什么要看天格呢 因为每个人名字的天格 代表的是父母亲 那地格呢 代表的是另外一半 是配偶 那以老公来讲的嘛 天格就是父母 地格呢 就是媳妇嘛 好 那大家知道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对对看 会有婆媳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 婆婆很难搞 然后呢 老公的名字 有两个 第一个呢 一定要这样对 天格一定是七 地格一定要十二 第二个呢 是天格十九 对到地格二十三 然后呢 天格十对到地格二十四 天格十一对地格二十五 十二对三十六 二十六 十三对十七 十四对十八 十五对十九 十六对二十七 对二十一 有些婆婆表面上很亲切 很和蔼 什么事情都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呢 她很黑腹 然后呢 她走的是心机路线 很会演戏 常常就是 她有话都不明说 她喜欢用暗示的 而且呢 会含着微笑 挖坑让媳妇去跳 然后在儿媳妇前 去搬弄是非了 比如说媳妇说 妈我想要买这个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她说没关系啊 你去买 喜欢你就去买 然后在儿子面前 就说媳妇多么的浪费 结果因为她的这些话呢 造成夫妻之间的一种矛盾 还有呢 她的行为就是 有些婆婆很喜欢 大小事情 一把抓 什么事情呢 她都要插手 而且她很喜欢干预 小夫妻的生活 总是呢 她就挑媳妇的毛病 媳妇再怎么改 她总是不满意 总觉得她做的不是很好 那还有一种行为 就是这个婆婆呢 她非常的势利严 很喜欢比较 总三不五十呢 就会在媳妇面前去 暗示也好 明示也好 你嫁到我家 其实你面很好 你高攀了 那如果说媳妇 她的背景 家底背景不是很好 那真的在这个家 她是还没有地位的 那还有一种行为呢 就是有些婆婆 她非常的传统 传统的大部分都是很节俭的 所以在钱上面 在家用上面 她苛扣得非常非常的紧 那还有的呢 婆婆 这是大家都很讨厌的 占有欲非常的强 她总觉得媳妇是来抢她的儿子的 她尤其见不得儿子对媳妇很好 所以她发现呢 两口这个行为很亲密的时候 她就开始在那边生闷气了 就开始白脸色了 那有的老公呢 她会很体恤 老婆帮太太做一点家事 这个婆婆就开始跳出来了 三不五十就在训练媳妇 身为媳妇 你该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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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动不动就说 想当年我在做媳妇的时候 我是怎么的孝顺公婆 我怎么的带小孩 我怎么的把这个家给打理得很好 我根本就不让我老公来做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媳妇做什么事情 其实都是很难 都不对的 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好 她会有婆媳问题是 媳妇很强势 所以婆媳问题大概是两种 再半个人就是婆婆 下半个人就是媳妇对婆婆 一样也是老公的名字 天格跟人格分别出现了 这些媳妇做事情 她有她自己的一套模式 一套规范 她很不喜欢别人去破坏了她的规矩 当然有的媳妇她很强势 她的强势当中 她还懂得去尊重婆婆 她不会去顶仗 也不会去排斥 她只是婆婆讲的不合她的意 她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就好了 那不会给婆婆下不了 但是有的媳妇她就不是这样的 她会当面的去指教婆婆 当面的跟她顶状 那更有的媳妇跟那个就是 很喜欢到处去靠北婆婆 上班的时候会讲 在发表言论也会说 婆婆多么的不好 那这些强势的媳妇她们其实也很挑剔 就是婆婆再怎么做 她都是看不顺眼的 比如说像有的婆婆帮忙带小孩 她永远都嫌婆婆做得不好 那有的媳妇就直接跟婆婆讲 就是你不能这样给她吃 这样是不对的 那有的干脆就是把小孩带 跟婆婆讲 我的小孩我自己教育 你就不要管了 那这种强势就太过分了 其实婆媳问题 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是难解 但是不管怎么说 没有解不开的婆媳问题 只有不会解决问题的老公 其实儿子在中间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